吳亦凡去年6月被网红都美竹踢爆 他诱拐未成年少女后 随即因涉嫌强奸罪被警方逮捕 之后遭判13年有期徒刑 巨星跌落神滩 现况也让外界相当好奇 而最近YouTube老王就爆料 他透过有力的消息得知 吳亦凡在看索所里的状况 里面的育友表示 吳亦进去时还傻傻地问说 怎么没有热水洗澡 让旁人傻眼想说 还以为是自己家 之后吳被问到 为什么会入狱 他也称是自己运气不好 演艺圈更夸张的人多的是 育友要求他来一段freestyle 他也都配合照办 有freestyle吗 没有freestyle吗 可以依然来一段freestyle吗 不过因为在看索所里 跟外界完全断讯 吳在几个夜里还偷偷地哭 而之前杜美族爆料 吳亦凡的那边跟牙签一样小 老王爷说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确实没有特别突出 但看起来只是比其他人 还要营养不良而已 这时尺寸曝光 真的是狠狠打脸吳亦凡了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